这个展览包含的门类非常的多 有绘画、装置 甚至包括建筑、影像 它是一个非常包容性的展览 中华文明和这种河之间的这种紧密的联系 这个整幅作品呢 里面充满了大的小的很多雕塑 它其实是黄河沿线 一些人民生活当中的一些场景 做羊皮筏子、吹唆呐 它是非常生动的这种生活画卷 范先生这个作品的笔触非常的强烈 整个画面充满了激荡的变化 都带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情绪 这是表现黄河这种力量非常成功的作品 那么银川当代美术馆呢 作为参展作品之一 它本身也是一件艺术作品 外观上来讲它其实是对黄河水流的表现 河水在流动的这样一个状态 就是宁夏段的黄河 它表面上看上去是非常平静 但其实它有一种涌动 藏在水面之下 这是一种生命的力量 颜綿不息的 一直向前的这样一种力量 鵾村 还要别碰到这种力量 预val 进行 最后一种力量 在水面之下 它达到水面之下 是什么 水面之下 刘滇散